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但是这些历仙派议员 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不能够忽视的 那么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什么 我想从下面三个层次或者三个层面来做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从历仙派议员所提出来的各种议案的价值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历仙派议员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 我们知道历仙派议员在辞职院当中提了很多议案 那么他们提交的这些议案 有的根本没有能够讨论到 没有异级 有的是异而未决 讨论了没有一个结果 有的是绝而无效 通过了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效 那么尽管他们提出了一些议案 是吧 有些条款是虚伪的 有一些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但是在其中也有确确实实有不少的条款 是吧 反映了民族资产积极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那么他们这些议案当中的一些条款 一些主张 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或者说它是带有资产积极民主的这种色彩 符合中国这个世界历史发展 近代历史发展的这种方向 那么具有一个近代资产积极民主的色彩 那么关于这些方面呢 我们同样也是可以举个例子 那么司政院在讨论 关于这个修订 这个暴律案的时候 就是对于报纸 应该实行一种什么样的法律 在讨论修正这个暴律议案的过程当中 很多立先派议员的强烈要求清政府 应该给这个报馆 就是报社 以一个更大的一个新闻自由 要让他们有很多的很大的一个新闻自由 他们讲 他说各个报馆 是吧 如果说报道了国家的一些重要事情 甚至一些秘密事情 作为政府不能够对报社给予严厉的惩处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啊 在当时这种腐败的官僚体制之下 根本谈不上什么秘密 是吧 这个报馆所报道的一些所谓的秘密 只能秘密国民 而不能秘密国外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机密的东西 外国早已经报道了 说这个报馆报纸 是吧 披露一些中国失败的一些重要一些情况 那所谓的内幕 是吧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使通国劫之 使全国人们都知道 使通国劫之 大家谋一个补救的办法 大家想一个办法 怎么样去补救 他说这些报馆 这些人 披露这些秘密 正是什么呢 实由于钟爱而发 是由于他热爱国家 热爱你新王朝 是吧 说对于这些人 自应嘉奖之不暇 何得嘉以监禁之罪 他们都是很爱国的 你对他应该进行奖励 这才好 你怎么能够对他施以这个重罪呢 对他施行监禁呢 是吧 而且他讲 他说作为报馆 报馆的主义 就是报馆 报纸 它的宗旨是什么呢 报馆的主义就是新闻 不是秘密 是吧 他是要讲新闻的 他说如果说 讲到国家的秘密的话 说要保全国家秘密 说这个责任 应该是外交部的责任 是你官府的责任 是吧 这个不是报纸 或者报馆的责任 是吧 那么提出来 应该给报馆 以更大的这种新闻自由 是吧 就是他提出这些议案 应该说具有近代的这种民主的色态 那么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讨论大清律律 大清刑律的时候 那么一部分资政院当中的立先派议员讲 说除了一部分重要的 一些这个坛啊 庙之外 你说重要的坛和庙 是吧 被这个列入到国家的重要的这种祭祀当中 是吧 那从这些重要的坛庙之外 那么全国各个地区的 其他的一些寺庙 安院 是吧 这些呢 都可以由民间改为学堂 或者改为其他的公所 就是公共场所 是吧 他说这样的话 政府不能够对这些人治罪 是吧 所以否则的话 就是教人迷信 就是教人迷信神权 输为国家立宪正体 他说 你不能够再保护那些小的寺庙 是吧 你还保护那些小的寺庙 就是教导人民要搞这个迷信神权 这不是立先政体当中啊 所应该有的 那么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时候 在司政院 这个立先派议员这里 已经初步显露出了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 提出的那种提倡民主 反对专制 是吧 提倡科学 反对迷信 已经初步表现出了这么一种进步的倾向 那么另外值得一点 值得一提的 那就是立先派议员提出来的 简便易服的这么一个巨作案 简便易服 就是剪掉 这个清朝男人剪的大辫子 这个留的大辫子 简便易服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清军在入关之后 曾经颁布了一个非常野蛮的剃发令 就是人们平常讲的 叫做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就是清军入关之后 要求中国的这男人 要把前额的头发都不剃去 后额的头发留长 竖成大辫子 那么这个 中国的男人续留发辫 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习俗的问题 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政治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它标志着满族 满族贵族 对中国各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的 这么一个标志 一个象征 那么这种做法 就是男人续留发辫 对于其他的民族而言 是吧 还有一个民族感情问题 因此 中国的男人是不是续留发辫问题 是吧 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 这个召开会议期间 有一个人向资政院 呈送了一个说帖 那么这个说帖 现在就要求呢 清政府废除这个男人续留发辫 要求要简编一幅 那么当时资政院当中啊 有一部分这个立宪派议员呢 那么就认为这个说帖呀 不能够列入这个会议议程 那么但是资政院当中的一些立宪派议员 群体力争 拿起来的讲 要把这个议案啊 提到这个议会 这个这个资政院当中 要加以讨论 像立宪派议员 益宗魁 他就从世界主义 国家主义 社会主义 个人主义四个方面 来论述 简便一幅的这种必要性 但是他就讲到了 什么世界主义啊 国家主义啊 社会主义啊 那么这个社会主义 跟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是一回事情 他所讲的主义呢 是一种方面角度 就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方面 这个角度上来讲 从国家这个发展角度上讲 从社会这个层面来讲 从这个四个方面 极力的来论说 简便一幅 有哪些这个便利的方面 那么他的讲 他说现在看看整个世界 通过整个世界 世界各个国家 都没有留发便 没有人留发便 所以因此中国 也不应该留此野蛮制度 别的国家都不留发便了 那么中国也不能够留 这么一个野蛮的制度 中国人也不能够留发便 那么令前派议员 罗杰 就极力讲 说便装不便 就是留便子 这个装素 如果不改便的话 便装不便 其害有六 有六个害手 那么在这些立先派议员的这种要求之下 那么最后 以有三十个议员 同意 那么把这个简便一幅 这个议案 列入了资政院的 这个议案当中 这个同立先派 这个议员的这种争取 有着直接关系 那么在以后的 这个资政院的历次会议上 有些立先派议员的讲 说现在啊 亲政府的军界 政界 警 警察 学界 各界当中 都有很多人已经剪除了发便 他说包括像陆军部的上书 外务部的侍郎 是吧 驻外公使 那么很多人都已经剪掉了便子 他说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亲政府已经默许或者认可了 人们这个简便一幅这种行为 他们说 与其政府默认 不如亲政府明令 准许 你亲政府现在默认了 那你就不如颁布一个预旨 明确规定 全国都要简便一幅 使这个亲政府的 军界 政界 警界 学界 深人界 商界 是吧 那么都要简便 都要简便 使一国之内整齐划一 国家都统一了 都是简掉了这个 发便 对吧 而且他们提出来 要求清朝皇帝 要求这皇上呢 要攻行简发 为天下先 清朝皇帝 你自己首先要简便子 使天下耳目一新 立宪 立宪精神 亦从此大阵 就是要求亲政府 要实行这个简足发便 那么这个提案 在我们现在看 没有什么 是吧 很自然 但是在当时 满足统治的情况之下 提出简便一幅 应该说是一个 很大胆的这么一个提议 这么一个议案 一个提议 那么在这个辞政院会议上 有的立宪派议员 那么就批驳另外一部分 清醒议员 就是顽顾守旧派大全 顽顾守旧的这些 议员的一些说法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 有些顽顾守旧的议员的讲 说简出发便 改变自己的服装 是违反组治 因此就不能够简便一服 那么立宪派议员的讲 说如果讲到 什么违反组治的话 还是说 立宪政体 岂不是显然变更组治吗 那立宪政体也是违反组治 是吧 他说为了适应国内外的形势 是吧 既然政体可以变更 何有区区发便呢 是吧 就是清政府为了适应 国内外形势发展 连政体都可以变 那么何况一个减一个辫子呢 是吧 何有区区发便呢 那么这样 在立宪派议员的这种 大力提倡之下 最后以101票赞成 27票反对 以绝对多数这种压倒优势 通过了要求清政府 明讲预指 在全国要简编一幅 通过了这么一个议案 那么在这个同时 立宪派议员 叫做罗杰 还提出来 要求清政府 废跪拜礼节 要废出跪拜礼节 那么说 这些立宪派议员 那么他们在这个 尊重院会议期间 提出了很多具有民主色彩的 那么这些议案 那么这个立宪派议员 我们讲 他在这会议上 要求清朝皇帝 首先垂范 是吧 清朝皇帝 首先自己要减出发便 那么这个减出发便呢 实际上就是要 革出调 代表满族人 满洲贵族 对全国人民的一种 民族的一种统治 要把这个标志减掉 那么这个陈庆 这个议案 虽然没有得到 新政府的最后的 这种云准实行 是吧 那么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 他的政治影响 应该说还是很深远的 那么对中国社会 那么产生了很多 这种重要的影响 那么另外呢 这个司政院 第一次常年会议期间 立先派议员 提出了一些议案 也议决了一些议案 那么这些议案 有一些议案 它是具有一定的空想性 那在当时情况之下 很难取得 实际的这种社会成像 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够 因此是吧 而否定立先派议员 在这个司政院会议当中 是吧 他们所做的这些政治努力 不能够否认 他们所起的这种进步的作用 那么司政院当中的 这些议案的价值 不在于立先派议员 是不是力图 根据自己的这种思想 根据自己的要求 根据自己的面貌 去改造这个专制政体 不在于这个地方 在于什么呢 而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中国人民 能够很快的从封建 专制思想的束缚当中 解放出来 它不但促进了 中国这种宪政历史的发展 促进中国宪政运动的发展 而且对辛亥革命 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 南京临时政府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 就是对于后来辛亥革命 和南京临时政府 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看一些 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1911年10月 武昌起义 那么武昌起义之后 资争院当中的 一部分立先派议员 很快的转向了革命派方面 转向了革命 例如 资争院当中的立先派议员 李肃 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人 李肃 在武昌起义之后 以山西代表的资格 参加了11月 在南京召开的 起义各省的代表会议 就是参加到革命派方面了 是吧 代表山西 以山西代表的这个身份 参加了起义各个省 在南京召开的一个代表会议 参与了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的选举 选举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 李肃参加 那么这个李肃 后来还做过 南京临时政府的 这个临时参议院的议员 参与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 就是这些立先派议员呢 有很多人呢 很快就参加到这个革命派方面了 那么后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南京临时政府曾经颁布了很多法令 你比方讲 废除跪拜礼节 检除发便 禁止吸食亚片 禁止赌博 禁止妇女缠组 采用杨历来纪念 等等 那么这些法令 在资政院会议期间 这些立先派议员都提出过这种法令 那么我们很难说 资政院这个南京临时政府 是吧 他所颁布的这些法令 和这个资政院的提出这些议案 有直接关系 我们很难这样讲 那么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资政院当中的这些立先派议员 为通过这些法案 他们所进行的一些宣传 他们在资政院当中所做的这种努力 为南京临时政府 颁布这些法令 实行这些法令 扫除了一部分思想障碍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那么因此 对于资政院当中的立先派 那么他的一些历史作用 我们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方面 第二点 我们从立先派议员 他在资政院